宾城第二副首长 贾瑞欣的岳父拿督巴德福星 受委宾州上诉局委会主席 引发裙带关系争议 当事人已经拒绝委任 希望能够平息风波 宾州首席部长曹关友 今早出席宾州各姓氏宗辞联委会 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之后 向媒体证实 巴德福星已经正式拒绝这项任命 尽管他过去60年在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工作和慈善活动的贡献 有目共睹 绝对有资格胜任上诉局主席职 但由于不想受委一事 背作文章而采取了适当的行动 宾州立法议会是在星期四 通过了这项尤家瑞欣提成的动议 在2010年槟城自由资讯法下 委任巴德福星领导 由六名成员组成的上诉局委员会 马来西亚人民权力共识党总秘书沙迪斯 则在昨天促请曹关友 针对此事做出交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浅排在一起的